好,这段视频呢,还是我们的边后位接球的问题啊,是对方在拿球 前面我们可以看几秒钟,就是对方进攻呢,没有成功 然后我们出去看一周一会儿的这个跑位啊 回船,没问题 回座,回座,好,我们看一周在干什么,一周跑到哪里去了 一周跑到了一个完全无法,不可能接到球的位置 对吗?也就是说我们的对边后位的要求就是 这个时候在左路,在倒角的时候,你就应该回到你的右路 禁区的边缘,蓝线和白线中间的地方 去要求,这样呢,你会获得最大的接球空间 而且是面对对方球门,面向进攻发向,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对方来执意来去逼抢你的话,那么中场呢,就会 露出很大的空间,但是一周的这个跑动呢,一方面 对方的匡文学在跟他,他把董上飞的接球路线 也给挤死了,而且呢,你作为一个边后位 你想往前插也不要紧,你应该沿着边线插 而不是从中路去插,因为从中路插呢 就把董上飞的位置给堵死了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做小马很无奈的把球重新的还给了这个 左路,然后这个球就死了 我们前面这个球拿下来之后,王小的球很拼 都很好,拿下来之后再回传 然后,重新标准很简练,传到中路,然后再回坐 这都很好,那错就错在一周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球一周出现在正确位置 小马一脚倒到右路,董上飞顺势的溜边呢 我们的反击就发展起来了 但是一周站在了一个根本拿不到球的位置 基本拿到球的是背身很危险的位置 队友根本不敢给你传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球队友怎么不传给我啊 我已经跑了啊,队友不给我,看不到我,不信任我 实际上不是的,是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这个姿态是错误的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并不说针对一周或者怎么样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存在 只不过这段视频,那一周正好是在视频里面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存在这种药位错误 边后位,尤其是边后位 这种药位错误是非常常见的 一定要多跑两步 回到自己的禁区边缘 好吧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